嗨!大家好!我是豹子腿方常用 台灣大賽在昨天已經順利圓滿的結束了 那也恭喜忠義兄弟拿下的冠軍 我有跟大家說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的紀錄是都怎麼紀錄的 讓大家看一下喔 其實這個紀錄就比照就是我們以前小時候所學的 老實說這份紀錄它不是一個最完美的 我只是紀錄了我自己看得懂這樣子 那這個紀錄其實讓大家看一下 基本上我就會這樣記 先發打線先出來嘛 那出來之後像陳傑先生第一局 4傳3就是2壘滾地球傳3 我們知道手背位置 頭手是1、補手是2、1壘手是3、2壘手是4、3壘手是5、 遊擊手是6、左外野手是7、中外野手是8、右外野手是9 這是手背位置的代碼 這個有在打球的朋友們應該都知道 所以這個4傳3基本上它就是打到2壘滾地球 那傳到3就是1壘吧 4傳3然後被刺殺助局 再來我們可以看得到這裡 這裡會有好壞球 這個一橫就代表是壞球 那圈圈代表是好球 這個一點就代表是它打出去 投手對陳傑先生的打擊它用了3顆球 就可以從這裡看得出來 它的第二個打擊也就是在第三局的時候 它有打了2顆的戒外球 那戒外球就是打勾 戒外球就是打勾 就是戒外球 一橫壞球 圈圈好球 一點就是打出去 就是這樣子的概念 那這裡會有 第一局到第12局 這個紀錄其實在網路上大家去看一定都看得到 它還有一些術語 像DP啊 DP其實就是Double Play的意思 這一份紀錄其實我不敢說我是最專業 但是最少我這樣紀錄其實我是看得到的 那我們也可以看到 這其實我在這一個系列賽我做了4場比賽 所以也就是說它會有4份的名單 這樣子就是4場比賽 OK 那再來就是我還會在分別在把我比賽中我看到的東西 我把它紀錄下來 那我覺得可以討論的地方 我們就把它紀錄下來 這樣子我們在賽後影片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把它拿出來講 對 基本上就是這樣子 那紀錄其實很簡單啦 但是就是讓自己看得出來看得懂 那看得懂地底局發生了些什麼事情 紀錄其實它就死板板了 那它就是這樣子 它就很明顯你可以看到 喔第幾局 第幾個打席 我如果從這裡看的話 我就可以看得出來 喔 這這場孫智傑他集出了一個 8就是中外野高飛球嘛 他集出了一個中外野高飛球 他又集出了一支二壘的內安打 再來一個遊擊上空的高飛球 對其實就是這樣子紀錄 那我一看就可以知道說 喔 這位選手他今天的打席 他打了些什麼樣的內容 對基本上就是這樣子 那這個也是我們第一次做 這個東華職棒冠軍賽的一個 即時的分享 所以我這一次的紀錄 老實講也是比較 嗯沒有這麼精細準確 對我一定還有很多可以再改進的地方 那也謝謝你們 總是提醒我 那也謝謝你們都一直觀賞著我的影片 每每每在賽後其實在賽後都搞到有時候兩點 像昨天晚上我們兩點上了影片 那還有這麼多人 願意在線上等我發影片 跟大家分享那真的很謝謝你們 再來就是我們講短打的部分 短打真的不是錯也不是醉 我覺得這一次這個比賽大家把短打污名化 我們一直要講的是 像統一師隊他這一個系列賽他非常明顯 他沒有辦法去製造出大局 那大局要如何製造出來 其實就是要靠著持續的強攻 才有可能有比較大的大局 那如果在一個人上了之後就緊接著犧牲觸擊的話 那你要產生出大局的機會就比較少一點 統一師隊在這一次這個系列賽 他的進攻真的是比較熄火了一點 那也印證了我們賽前所說的 兩隊都會有很長時間的順風球以及逆風球 就是連勝不然就連敗 那剛好在這次的總冠軍賽 這個系列賽剛好一隊連勝一隊連敗 我要跟大家講其實短打真的不是罪 只是用在什麼時候這樣子而已 但是老實講我們都是局外人 在現場的當下的教練團 他們一定有他們當下的考量 以及他們最完美的一個策略 所以他們在那裡下達這些暗號 我覺得也是非常合理這沒有對錯 這只是說我們可以討論說 如果是我在那裡的話我會下什麼樣的決定 也或許我們再換個角度講 或許如果今天讓我在那裡當總冠軍 我可能也會下達新生處局 也說不定 因為壓力是他們在扛 壓力是教練團扛著 不是我們扛 也不是在看影片的你們扛 所以我們在外面講話當然是可以 比較輕鬆一點 因為我們沒有壓力 我也相信教練團真的是非常努力非常認真 勤收這方面也一定有做一定的功課 犧牲處局這方面老實講它真的是不困難 但是你要說難也很難 我們來看一下我這個 我剛有特別去看了一下我的犧牲處局 我生涯 這是生涯 生涯的總蔬菜數是130場 那我有317個打席 這是一軍喔 那我有278個打數 那也就是說我必須先317 317 把它減掉打席去減掉打數 278 278 我總共有39個 可能是犧牲處局 可能是四壞球保送 可能是 高黑犧牲打 因為這些都不列入在打數裡面 但是有在打席 打席就是我站上去打席去就要打席 但是我如果做了什麼犧牲處局 成功的犧牲處局 或者是四壞球保送 那就既打席 不既打數 OK 來跟大家講 那我們算出來 得出來的結果是39 我們再過來看我的 犧牲飛球 哼 我打直播六點巨蛋沒有一個高費的犧牲打 我的天啊 翻幾乳我才知道 就我回想 好像真的沒有 要不然這紀錄應該是很準啊 OK 那我有27個保送 27個保送 我們先把它扣掉 就是39 去減掉27 等於12 那我們的四壞球保送之後 我看一下還有什麼是 不列入打數的 好像 沒有了 所以我們所得出來的 是12 這個數字 那12 來我們再回來看 我有11次的犧牲短打 成功 那也就是 12 再減 11 等於1 也就是說我的犧牲處局 失敗只有一次 那我總共嘗試了12次 那有11次的成功 那 那跟大家分享一下 犧牲短打 其實 我知道有一些觀眾朋友在說 為什麼有一些已經明明知道 這個時候就會下犧牲處局的暗號 那為什麼 不直接拿出來點 那其實我告訴你們 以選手的角度來講 選手有時候其實你叫他直接把球棒 橫出來 這樣從頭到尾在那邊等待 其實老實講身體會僵硬 會硬掉 那有一些選手在這樣子 短打的話成功率比較低一點 那有些選手他就習慣先拿起來 喔 準備頭 我再拿出來 點 這是因應每一個選手的習慣 再來就是練習的程度 這個會有差 你注意看有些選手 就算他把球棒已經提早先橫出來 但是他不會就在那邊一直等 投手在準備投球的時候 在set的時候 其實他就會在那邊 讓自己身體有一個律動 你可以注意去看 其實他不會這樣 就一直在那邊等 因為一直在那邊等身體會硬掉 那他就會一直在那邊 動動動 喔 球來了 點 其實基本上就是這樣子 那關於犧牲短打的技巧 訣竅 我想到時候可以特別再拍一起跟大家分享 只是 我看到有人講說 欸 為什麼已經知道犧牲短打 為什麼不直接拿出來 為什麼要在那邊假裝 喔 假裝要打 結果才點 其實每個選手他的習慣 以及他練習的程度 是不一樣的 那他有他自己最高成功率的觸擊成功方法 OK 這個要跟大家分享 還是再講回來啦 犧牲觸擊他其實他並不是最 我發現大家好像有點把他污名化喔 我覺得不要這樣子 犧牲觸擊他是一個最安全 最高成功率 最低失敗率的一個推進的行為 其實在這幾場比賽裡面 其實我也相信啦 因為在壓力這麼大 張力這麼大的比賽 教練團第一首選 一定是首選最保守的方式 因為你看你今天再換回來講 如果 呃 該習慣觸擊的時候 你沒有讓他習慣觸擊 結果打 好 打 打安打很好 這個結果論 那如果 打沒有打安打 結果連送都沒送過去 那 大家要講什麼 教練團為什麼不短打 當然我們有提出來討論 但是這個 就是結果論 那 成敗論英雄啊 放球就是這樣子 那我們只可以找 最高的成功率 的方向 我們去把它執行這樣子 OK 那以上就跟大家分享 我這個紀錄 那 以及 我自己短打的一個 小技巧 我相信我有 11次的新生短打成功 只失敗一次應該 成功率算蠻高的啦 因為我在短打這方面 老實講 我自己自認為我是一個 可能 作戰型的選手 所以我在短打這方面 真的有下很大的苦功 那 也感謝當時我教練團 這樣子去指導我 像 現在統一在線的 周廣勝周教練 他那個時候的短打 他就給我很多技巧 包含楊松賢 包含 莊錦賀 那包含劉玉成 其實包含了很多教練啊 統一的很多教練師 我那個時候 我有主動去詢問他們說 短打到底有什麼技巧 那他們也有實質的告訴我 喔對還有一個唐紹婷 對 雖然我們那個時候是競爭的關係 但是唐紹婷那時候也是 教我很多這種短打的技巧 以及他自己的心得 選手之間其實都會有一些這種 經驗的分享 那我覺得這是很好的事情 這對於整個職棒的運作 整個球隊運作是一個正向的循環 今天就分享到這裡 那剛好我看到這個 我想說欸 原來我短打成功率這麼高 但是我為什麼沒有班克高飛行程打 呵呵呵 好啦 喜歡我的影片歡迎訂閱按讚分享 並且打開小鈴鐺 那也感謝這段時間 大家在台灣大賽對我的支持 那我在往後也會拍攝更多的影片 希望大家再多多給我支持 好我們下次見 掰掰